Hi, my name is Guy Ewan 今天要来给大家分享一台万元以下最高CP值的手机 那这就是我们的Poco F5 那我们就直接来快速开箱吧 盒子里面有本快速说明指南跟保障卡 还有一个塑胶软软QQ的保护壳 OK,这就是我们的Poco F5啦 最后盒子里面还有直接附给你一个67W的快充充电器 还有一个Type-A到Type-C的充电线 OK,那盒子里面就是这些东西啦 那接着我们来分享一下这台手机 为什么是CP值最高的万元以下手机呢 那这支手机最大的卖点就是它使用的是高通的7PLUS Gen2处理器 那它跟我们的8Gen2其实效能没有差太远 CPU部分真的是没有差距太大 只差了15-20%而已 真的是微乎其微啦 你正常使用真的是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GPU部分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我们的8Gen2真的速度快了整整的一倍 就是真的超越了一倍两倍的速度啦 真的是差了还蛮多了 所以你如果真的是要玩疯狂的游戏啊 绚丽特效3D场景这种暴力的游戏 那可能8系列还是会比较适合 第一眼我看到这个手机萤幕真的是 上面的颜色非常非常鲜艳 有点过度饱和的感觉 因为它使用的是AMOLED的萤幕 那我们待会也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办法把它调到比较不鲜艳 比较正常的颜色模式 那我们手机拿出这个SIM卡卡槽 发现有两个非常特别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矽胶胶条 因为这支手机有IP53的防水等级 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SIM卡卡槽是双面的 所以是双卡双待 但是它是这样一小张双面的SIM卡卡槽 非常特别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神奇的双面SIM卡卡槽 Wi-Fi设定它最高支援是到Wi-Fi 6 那它里面用的是2.4G跟5G的频段 那里面还有一个神奇的设定叫做网路加速的功能 那它可以使用双频段的Wi-Fi 这个双频段Wi-Fi真的是还蛮特别 就是它可以连一个主要的Wi-Fi 再一个次要的Wi-Fi 那两个可以同时使用 让你的Wi-Fi速度变得超级不敌爆炸快 超神奇的一个神奇加速功能 那还有另外一个设定就是这个行动数据加速功能 这还蛮酷的 就是它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就是辅助 行动数据是辅助的部分 就是Wi-Fi变若讯号不好的话 它就会切换到行动数据 那第二个叫做FOR 就是全速在跑 很神奇的就是它可以把Wi-Fi的讯号跟行动数据的讯号 连接在一起让两个同时使用 让你的网路速度变爆炸快 这是什么神奇的黑科技 真的太帅气了吧 我忽然发现它的指纹辨识怎么这么厉害 非常快速 碰一下就开了 我真的碰一下就开了 你看 哇 超快 那终于我们可以来调整一下我们色彩模式了 我们有一个超级鲜艳的模式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这个预设是鲜艳耶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饱和耶 是什么鬼 为什么要那么鲜艳这么饱和 我们就先把它调成正常的基本模式吧 那这标准颜色下面还有一个叫做进阶设定 那这个进阶设定 我们就可以来自由挑选我们的色彩空圈 DCIP3 还是SRGB RGB 的拉感 我们的色相饱和度跟数值 还有对比跟γ曲线 第一次看到有γ曲线可以调整的手机也太帅气了吧 在声音设定里面有一个静音模式 这没什么 但是静音模式下面有一个 这个设定真的是超赞 我从来没有看到其他手机有 就是静音模式下面所有的媒体都会变成静音 像是你静音模式 你还是可以看YouTube 然后可以开声音嘛 但是你如果把这个设定打开 你的所有东西都不会有声音 这真的超赞 像是你要去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然后你想要偷懒一下看一下YouTube 结果你的声音开到100% 整个大家就这样 哇塞谁在看影片 这样子很尴尬 那所以这个模式把它打开 你只要开了静音模式 你永远就是静音模式 不会有任何声音 这真是超赞 那来到震动马达的部分 这支手机的震动马达真的是 太赞了 赞到一个飞起来 X轴线性震动马达啦 这整个按起来非常的酥酥脆脆 非常的俐落 就是按下去它马上是一个高峰 然后再马上就又没有 它不会这样拖泥带水 像是一些平价的很烂的手机的 震动马达一样 这真的按起来 哦 那这支手机有立体声双喇叭 那底下这个比较是全音域 就是所有声音都听得到 但上面这个喇叭呢 它比较是高音辅助的概念 所以你如果没有开启Dolby Atmos状态下 你听你会觉得哇塞这左边这一个 就上面这一个 听起来好像高音然后比较刺耳 然后有一些可能还会失真 那你Dolby Atmos 开下去之后 它有几个 preset 那我觉得 Music 是最棒的 那但是开下去之后 你的中频的音频好像都被限制住了 就是没有什么中频音频 就只有高然后中频下去 然后低频又起来 就是一个 M 型的曲线啦 但你下面还有一个 Equalizer 就是等化器啦 就是等化器你可以自己去手动去拉 你想要的等化器的形状啊 你想要高音多一点 中音觉得太低 你可以拉起来之类的 你就可以自己 DIY 这样听一听还是觉得 把 Dolby Atmos 关掉 听起来会比较正常 声音也会听起来比较饱满 但是我们的声音左右 还是比较不平衡的状态 因为我们上面这个喇叭 声音音量就比较小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辅助 你可以把这个声音的平衡去调整一下 大概往左边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让左右声道的声音 音量比较正常一点点 这只耳机孔其实还蛮厉害的 它的底噪非常非常的低 非常干净的声音 那我刚刚听是用这个监听耳机去听的 所以它其实也蛮好推动的 那音量差不多在中间以下 就可以轻松推动这个监听耳机 但是如果你有更大的大型耳机啊 这个我就不太确定了 要保所有会用到的APP 都已经安装起来 那真的使用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 因为它几乎就是一个旗舰规格的CPU 在这只手机里面 那我也安装了一个叫做 Shadowgun Legend的3D大型游戏 来玩玩看 这里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目前遇到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有一些日常可能会用到的APP 像是我这个有一个记帐的APP 那它就可以盖一个小城市 那目前这样子滑起来 非常非常的卡啊 因为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元素在上面啊 但是整个滑动起来就是一个卡卡的状态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习惯的问题 就是你现在萤幕是120Hz 你这样滑起来很爽 但是有一些软体它没有支援120Hz 它跳回60Hz 那你很明显的就感受出来 喔 它怎么会卡卡的 因为你又回到60Hz 然后你跳出来 然后又开始滑这个系统的部分的话 哇塞 又开始流畅起来 就会有一个需要习惯 就说欸 怎么忽然又卡卡 然后跳出来又变得更流畅 但其实不是手机卡 是那个软体就是不支援这样子而已 OK 那我们差不多都讲完了 那接着我们就来深入测试一下 我们相机的部分啦 那我们就直接用Open Camera第三方软体 来测试一下我们相机的部分 因为加了这个软体 我们就可以拍摄RAW檔 那原生的相机软体 是没有办法拍摄RAW檔的 那我们相机最低ISO是50 所以对长时间曝光比较不友善 在Open Camera的最长曝光 只有一秒钟 内建的相机APP 是可以曝光到长达30秒的 只是你就局限在JPEG这个档案格式 那所有的第三方软体都有一个局限 就是只使用主镜头跟自拍镜头 那像是Instagram 你如果忽然想要拍摄 你是没有办法使用最广角的镜头 那我们就直接来测试一下主镜头的动态范围 那在过曝的话 一挡光已经没救了 两挡光的话就看起来更糟糕了 过曝的影像资讯一下就会消失 就会让它变成一整片白 但是曝光不足的话 真的是让我出乎意料 它直接曝光不足 五挡光什么都看不到了 结果还可以把它拉回来 看起来效果还不错 但是真的曝光不足到六挡光 那你杂讯那些底噪全部都被拉起来 那我们影片的部分在Open Camera设定里面 我们可以把它调整到200Mbps的超高流量 所以我们就可以保留超多超多的资讯 但是我们影片拍摄的动态范围就有点糟糕 所见即所得 高光看到炸掉就是炸掉 暗部看不到细节就是看不到细节 你怎么拉就是没有东西 但是我们使用Open Camera有一个Log曲线设定 我们就可以增议我们暗部的细节 让我们暗部看到更多的细节 让动态范围也变得更广啦 慢动作的部分我们是可以拍摄到240格的 真的是超级无敌慢 但是我们在慢动作的时候 我们只能让它自动曝光 没有办法手动去调整我们的数值 那我们使用Open Camera一样是可以在慢动作的时候 使用我们的Log曲线的 让暗部增益让暗部的细节更多 那回到我们内建的相机APP 它是没有办法拍摄RAW檔的 那也只有原生的APP可以使用超广角镜头跟微距镜头 那因为使用原生的相机APP只能拍摄JPEG这个格式 我们所有的照片部分都是所见即所得 你拍到了什么就是什么 我们拍出来的照片对比都非常强烈 没有什么太大的后置空间 那建议也把我们的HDR功能直接把它开启 因为它也会自动在不需要的时候把它关闭 这样可以让我们的高光亮部的部分保留更多的细节 夜拍模式还不错 它的高光保留的还蛮多细节的 内建的相机还有多一个6400万像素的模式 那拍起来真的是有点糟糕 它的动态范围比正常拍摄还要再更糟糕了 内建相机APP的影片部分也是蛮糟糕的 它动态范围也是一样所见即所得 高光炸掉暗部没有资讯 影片自动对焦的话呢 我觉得它就是想要对焦 但是对不了很精准的焦的部分 就感觉有对焦但是没有对准的状况 那微距镜头跟广角镜头 它们两个都只能拍摄Full HD 但是都没有自动对焦 那微距镜头跟广角镜头的影片动态范围 也看起来蛮糟糕的 整个高光都炸掉 那自拍镜头的话是可以拍摄到Full HD 60p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更流畅的影片啦 但也是没有自动对焦的 那我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在影片拍摄模式下 我们的防手震是永远开启的 没有办法关闭 像是我们的广角镜头是没有光学防手震 它永远就是把电子防手震开得超强 所以我们的整个影像裁切也裁得超多 整个广角镜头都看起来不像广角镜头了 连我们主镜头已经有光学防手震 它还是要硬把我们的电子防手震打开 真的是不知道在干什么 那这一支Poco F5就是目前最高CP值的万元以下手机啦 真的没有什么话说 硬体啊功能软体啊 没有什么话说 就唯一的可能就是喇叭的配置可能更平衡会更好一点点 其他的真的是没有什么话说啦 那真的一万块可以买到这样的手机真的是 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 好啦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Poco F5开箱跟分享影片啦 当然喜欢这影片按个赞对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这里有一个全部是开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bye